就是你总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求 你怎么会好呢 你怎么会快乐呢 任何一个人是不是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不能把你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支柱放在某一个人身上 你也痛苦 是不是对方也痛苦 你看很多孩子啊 都是因此而痛苦 甚至逃避 最不愿意回的就是家 我们说去年疫情吧 过春节 是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不回家了 我告诉你很多年轻人心里是很高兴的 疫情这次事情我回不去啊 为什么呢 回家就是各种逼迫嘛 各种压力嘛 你看很多年轻人回家是不是心里 待着几天我要回加班 哪有什么班和家 你想想孩子们一年了回来 我们不能给他轻松和快乐呀 全是压力和逼迫 他不跑才怪你 你的快乐一定是在建立你自己 自己的基础之上的 我自己可以通过学习 找点自己的爱好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风盈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富足 就好了 你会发现 无论他怎么样都不影响我自己快乐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愿意接近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